欢迎来到KK音乐 最近 韩剧《三十九》在国内爆火 预告片一出 让人直呼就是韩版《三十》而已 王漫妮本人将输引也参与讨论 调侃孙艺珍和玄冰 直言再次实恋 据悉 《三十九》将由孙艺珍 田美都 金志贤 领贤主演 不少网友表示 这阵容简直就是神仙组合 这也是孙艺珍既官宣恋爱后的回归之作 剧照已经发出 变圈了一大部分 比起以往都市剧中一直存在的渣男出轨 暴打小三场景 他们三人演绎的四十岁女性 没有撕逼 没有争吵 反而在独身步入四十岁的这年 试图打破年龄焦虑 撕掉了所谓女性的身份标签 电视剧中抛出的一系列三十家岁女性的真实困境 让人直呼共鸣 有人说 三十岁是个人生节点 三十而立 可他们偏偏告诉我们 三十而立 从十八岁相识 到了如今三十九岁 他们仨似乎一直都过着与其他同龄女性不同 甚至有点冒犯的人生 毫无作息可言 相聚玩游戏 点外卖 聊天至凌晨 周末放假 从没有什么家务缠身 包一拎 几个人就喝起小酒来 或者就是深夜一起去酒吧 故意买醉 只为跳个唱快 他们三个身上似乎从来没有什么 我快四十了 我必须稳重 要安分的心思 难怪刚拨几个片花 都有不少网友呼吁 他们三个唠嗑 看上一年都不腻 有些人的生活千天一律 而他们日日胜过一日 热爱高尔夫便立马收拾行囊去留学 遇到爱时毫不退缩 喜欢的人就去表白 开始恋爱 虽然已三十九 却依旧想做什么就去做 永远在路上 山叔在看完短短预告片后 就已经激动不已 对比之前 将中年女性刻画走家长里短 沧桑不已的群像 如今 却有人彻底把她打破了 甚至来说是不屑一顾 中年女性不仅可以独立勇敢 也依旧可以做回处处动人 正如立刻胡哲在《人生不设限》中写道 错的并不是我的身体 而是我对自己人生设限 因而限制了我的视野 看不到生命的种种可能 试问一下 如今有多少女性可以保持如此洒脱 身边的大多数 在面对生活一地零碎鸡毛时 他们迷茫 挣扎 麻木 他们始终不敢 甚至不知道可以迈出改变的步伐 前几天 某企业高管家报妻子的视频 还在山叔的脑海挥之不去 她被丈夫多次抡起甩在沙发上 压制在身体 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即使疼痛男人也在拼命将孩子保护在身下 网友义愤填音地质问这种男人 还不分手留着等过年吗 妻子却若若地回复道 没有选择离婚 只是想让孩子在完整家庭长大 不受别人欺负 家人也都劝他忍一忍 可字里行间都看出了他的悲痛与无助 山叔看到这里 除了心疼 还有无奈 2022年了 还有女性 锦音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为理由 姑息家暴 无数次换来的忍耐 最终落得自己甚至是孩子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的伤 当婚姻已经令自己满身伤痕 继续以为忍让是否还能通往幸福 答案 不言自明 其实 我们要抗拒的从来不是婚姻 而是婚姻中的不良关系 在现实婚姻生活中 很多女性在其中迷失自我 有网友分享了一段全职妈妈与丈夫的聊天记录截图 简单的几张图 却让山叔看完后感到窒息 这位全职妈妈在带娃期间没有自己的收入 连日常买菜这种小事都要向老公报 背且恳求转账 想要买许久未吃的小零食都无法自主决定 面对丈夫的责备 她的不甘却无人诉说 短短的几条信息 看得山叔几度哽咽 不禁让山叔想起俗女养成记里奶奶在床边跟孙女说的话 有时候真的好羡慕你呀 她从出嫁那一刻起 便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这一时 就是六十年 小时候 朋友叫她李月英 后来 她成了陈太太 老板娘 陈妈妈 奶奶 有人说 女人才会理解全职主妇的辛苦 但男人一旦习惯后 就不以为意 家庭主妇的价值不被重视 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可惜 多数女性就这样蹉跎 糊涂 不甘心地过完了这一生 说真的 千天一律的人生 实在不值得翘首以待 就像有位网友说的那样 三十岁之前 我们的美好是天生的 但是 三十岁之后 是我一手创造的 在某社交平台 就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组成逆社会时钟小组 拒绝打卡式人生 他们对所谓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不以为然 在纪录片《圣女》中 就有这么一位女性 邱华梅 出身平凡的她 凭借努力考上了上海重点高校 成为一名律师 但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人 为何毕业后却成为了家中的眼中钉 因为三十岁还单身 家中甚至想将她许配给村里的老光棍 这一度让华梅忍无可忍 每每回家 谈到婚姻问题时 总是让家中的气氛降到冰点 即使尝试过去相亲角 去婚恋网站 但她依旧保持自己的想法 她不愿意为人生变成一把标尺 到了年龄就必须去完成任务式的去结婚 期间 她也未曾停下步伐 开始申请国外留学 如今邱华梅已定居德国 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家庭幸福 婚姻美满 如她所言 她畏惧的从来都不是婚姻 只是不想因为年龄而将就选择 当代女性早已不是以婚姻为人生中极目标 她们的世界浩瀚如海 对于46岁的董娜来说 外人眼中的她工作稳定 家庭美满 但她想做出改变 决定继续念书 考取硕士 这一行为令同事不解明明都快要退休的人了 却依然辞去了工作 太冲动 太任性是那时的她收获最多的评价 纵使万人不解 那时的董娜依旧坚持下去 面对这样的女性 山叔打心底尊重并敬佩不宜 备考期间 她的生物中与高考生保持一致 下了班回到家后 开始学到深夜 周末也拒绝了朋友的聚会 她说 那时朋友们都很不理解 觉得我在40岁的年纪瞎折腾 可40岁去追年轻时梦 有什么错 最终 她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 并取得硕士学位 人生是条单行道 但生活不是单选题 世上每个人 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 在命运 为自己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准时 正如李银河所说 女性首先要找到自我 知道你自己是谁 自己最想实现的 自我是什么 人生原本就有千万种活法 它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 纵使社会依然充斥着年龄焦虑 职场困境 单身者被催婚 已婚者面临家庭职场两难 在中年迷雾中 只需跟从内心 做自己所想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40岁的阿朵依然性感甜美 50岁的钟丽提还在跳舞娘 60多岁的赵雅芝依然优雅精致 我们正在迎来 一个女性可以有不同选择的时代 在这个共存的时代里 遇多的女性改变活法 选择自己的生活 无论最终是选择成为女强人 好妈妈 不婚主义 最重要的在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对此别人都无权干涉 鲁迅说过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 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 即使前面是深渊 荆棘 峡谷 火坑 都有我自己负责 好 好